今天是最聚集节 感恩党师 感恩宇宙天地 还有感恩领导致的代理 更感恩各位主持人 在每一周的努力的付出跟你 然后介绍揭理新的学员 也感恩群众的超马家人 午安 我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其实我今天是来分享 但是其实我收获最大 因为我今天听到其他的分享者 我就觉得真的是长江后浪推钱 现在年轻人这么有正确的知见 而且比我们还要更努力精进的 开始学习就懂得要揭理人 然后也听到学姐的分享 我自己也常常可能有同样的错误 在自己身上产生 那很感恩这一次有机会去马来西亚的旅行 都是因为Sandy 学长的全家 跟那个文君 哇这个之中的付出 发了很多心理 我觉得超过好多家人 都在默默的为所有的家人 在做一些铺陈跟帮忙 然后接引所有的家人 让我们在这里听很轻松的学习 然后得到很多的领悟幸福跟快乐 那这次在马来西亚 我就很感动就是 全球的昌瓦家人 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可是他们在安排所有的事情 我们就像家人一样都没有分轻松原请 他们就是竭尽心力的 帮我们安排所有的行程 住宿 然后不管是用餐啊 或是行程的街区安排 然后那边的志工学员 都请全力的帮忙我们 远抱而来的同学去进入情况 我就很感动 我就觉得说在超马真的都不分彼此 那也因为导师的带领 我们真的在每一次的课程 还有旅程当中 我们都收益很多 那接着我又去了美国 其实我最近的行程 有点出我自己的地道之外 因为很多的行程 都不是特意安排的 所以甚至有一些行程都重叠 然后时间上也有一些冲突 所以有点过程有点 其余奔命的感觉 那我在参加了马来西亚跟美国行之前 我自己先去了一趟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像 威尼斯啊或是圣母百发大教堂啊 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到人海立冈 都是众人草外的地方 那我再整个旅行过来 过程我当然也很享受 可是相比于我后来去了马来西亚 再去了美国 我就觉得 其实所有的旅程都跟能量有关 尽管你去了所有的古籍跟名胜古籍 甚至于去了一个很历史丰富的 或是说宗教的殿堂 我觉得还是差别人都在能量 我再去了马来西亚跟美国之后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活动 那现场的感动 我觉得那是无法平靡的 去任何地方 所以相当我们花的时间 走过千三万水 回来到Toma的测室 虽然我们的空间很有限 但是那个能量真的是能量飞燃 有时候我常常展叹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地名神奇的地方 有偌大的庙米 可是就空有一个很好的风景 它里面没有法 就什么都不存在 那我有时候去听哪里归远 或是回到我们的彰化的共振 那个空间就是那么有限 来的人 我觉得是最主要是 大家都在这里潜心的学习 虽然共振出来的能量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也常常在学员 或是主持人身上 学到很多优点 然后我们也自己都在做调整 我觉得老师提供我们一个 很幸福的原地 让我们在这边学习 那去了美国 就更不用说 就是这段时间很紧迫 我们学习的内容很充实 那所有的过程 都是回来以后慢慢取决 但对应在事情上面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我们在导师 我们在导师的导师学习 我们真正获得了些什么东西 有时候 往往不是当下当中 因为 在课程的紧密排列里 有时候你不会 当下有所察觉 那我最明显的这一次 就是在马来西亚说 因为我们今天 已经跟导师特别了 三四年没有见面了 来 说不起吗 专业 就是说 跟老师已经很久没见面 所以去了马来西亚的这次行程 看老师为了所有的 就是为了所有的学员 这样安排奔波 我在课程当中也开始 老师又已经在现场 只会落定的 安排所有的细节 那就是 在过程当中 你就看到老师的 老师的那种 稳定跟专注 然后付出 还有营兵党配合 还有所有的马来西亚 家人的那种努力 在现场这样并手帷幄 成见一个很好的状态 的节目给我们 所以在这里学习真的是 是非常的幸福 那在 所以在 那几天的共同之下 说实在要分开的时候 真的是依依不舍 尤其是我们常常没有发现 我们已经在灵魂深处 可能有一些 没有圆满的地方 因为 因为 哎 我自己在小的时候 常常跟母亲分开 那每次分开的时候 都是 哎 都是很不舍的 可是因为 教养我的是祖母 那因为 幽化的时候 我觉得说 我已经教养你 都在身边 那你每次跟妈妈分开 都这么不舍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情绪 就是压抑着 你就算跟妈妈分不舍 也不敢展现在祖母的面前 所以 每次跟老师分开的时候 我觉得 从小的情境 就是我重新 拉开一点 那种 没有办法会活的 那种 其实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有些这些问题 你就觉得说 就是那种分 分明的感觉 让人家很不好受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尤其是看到老师 对待我们 都像亲人一样 要分开的时候 有起不舍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在修行的道路 很多东西 又是应该要卸放的 不管你对任何事情 经历过的 经历过人 真心的当下 其实很多东西 是不应该成为伤害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我不需要调整的 那种不舍跟依恋 我都要放下 那赛里没有多久 我就参加了美国 这次的劳动之旅 这是老师的课程 就是老师的话语 是有能量的 他们也是简单讲的话语 可是我们也听过千千万言 他不一定给你带来真正 真正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个感受性 但是老师的话是有能量的 我们在参加了美国 国团的聊路之旅之后 老师在课程当中 只是跟我们轻描带结人讲 他用很简单的方式 来带领我们进入 怎样断舍离 怎样仓悟空 那断舍离仓悟空 差别应该只有一个月间 那个感觉之大 我在离开美国的时候 我很亲切的就是说 每次跟老师道别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 就不可一致的这样呼呼了流 可是这次 在夏朗老师 美国之行的课之后 老师问我们说 你们对始皇做好准备的吗 我觉得我们最欠缺的就是 对始皇的认识跟准备 那我就很 很匆忙的举手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这个人世间 经历过就好了 其实没有太多值得我 决定或放不下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 也是因为这样过于执行 所以你们发现自己的问题 那这次在美国之行之后 我就重新检讨自己 那最开心的就是说 在最后离开的那一刻 我竟然没有流泪了 我也没有那种 不小心的感觉 这个夏朗老师 就是做了这次的 老师的课程 我就 我就泄放了那个 分离的痛苦跟难过 其实老师的课 常常就让 在修复我们身心灵身上 而自己所带来的缺憾 也许累生累世得结 我们都没有发现 我们到底记录的 这些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 常常有人感应说 老师的课怎么这么多 为什么这样一直接续不断 其实老师的精力的付出 都是为我们而做的 他一直在让我们有时间 有机会去清理我们 我们自己都未曾发现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断的轻调骨 然后我们就会能量子提升 跟天气共振 就像梁峰林姐的讲的 就是 真的是梁峰天成 然后我不求自得 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希望的 那既然穿马真的很幸福 尤其是 不是只有我们幸福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幸福 分享给其他人 我觉得一个人的幸福 真的太容易了 可是 要看到每个人都幸福 是导师能够带给我们的 这是我对导师最幸福的一个地方 然后看到你的家庭幸福 其实看到每个人幸福 我就更幸福 所以在超马真的是收获远远 我自己也是受益于超马 所以希望我能够更调整的虚心学习 然后也能够服务超马家人 不要自己滚远组织 在空气般的存在 然后享受别人的付出 很感谢各位 谢谢 因为大家的痛症 让我们举起到很多 谢谢